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俗語都有雲 邪不能勝正 這次特朗普可以說是天命所歸 繼續連任多四年 如果大家只看主流媒體就會察覺到 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他們在選舉人票的點選方面 仍然說拜登領先 特朗普落後 但他們偏偏不說 特朗普在幾個搖擺州份 他的票數都是領先拜登 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些所謂的主流媒體 根本上全稱是主要報流的媒體 尤其令我相當氣潔的一件事 就是有部分香港媒體 不知就裏 亂來報道 說特朗普要求停止點票 我真的很想知道 究竟這些香港媒體 他們的資料來源是來自哪裏 我橫看怎麼看 無論是特朗普的發言 也好 或者是他的Twitter也好 他的意思完全不是這樣的 究竟特朗普是怎麼說的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一個說真話 反映真相的頻道 值得大家訂閱 多謝大家的支持 特朗普明明在Twitter上 他就說到 我將會在今晚 就著勝選進行發言 即是說他已經是承認自己贏了 這是很簡短一句 好了 第二條的貼文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We are up big 即是說我們已經是強大了 但是他們就試圖 來偷取今次的選舉結果 那天應該說的是民主黨人 拜登的團貨 他就說We will never let them do it 即是說我們不會讓他們得逞 Voters cannot be cast after the polls are closed 即是說那些選民在票站關門以後 就不能夠再投票 特朗普的意思就是這樣說 這個是非常合理的事 票站關門已經開始進行點票的時候 選民還怎麼能夠繼續去投票呢 特朗普這裏所說的 不但只是在實體票站進行投票的工作 而且是說那些郵寄的投票 喂 有什麼可能到已經是選舉結果出來的時候 有些州還說是接受這些選票的 比如說加州這樣還說 截至20號才接票的 當然加州已經是你拜登贏了 贏了一條街 沒有問題的 加州贏多少 現在呢 拜登就是拿到66%的選票 特朗普就是32% 這個州一定贏了 753萬到367萬 問題就是有些搖擺州份 他仍然在繼續接受的時候 這個就很有問題 因為那些搖擺州份 老實說那個勝負距離是非常有限的 沒有理由有些州還繼續來接受這些投票 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有些人經常出來批評 尤其是香港某些九流的評論員 就說特朗普就是損害民主的 我想問在票站關門以後繼續接受選票 這些算不算是損害民主呢 叫這些九流評論員出來說些說話 說句公道的說話 不要偏頗 雖然大家都知道有很強烈的傾向支持哪個候選人 但我們仍然是按照事實 擺到你講真相 是不是 你不能夠亂來的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大選的最新形勢究竟是怎樣的 我就參考了霍士新聞的數據 我認為在美國那麼多的媒體當中 他算是最能夠反映得到現實的 他未必是最中立那間 但是他反映得到現實 反映得到的真相 我們看香港很多主流媒體 仍然是說拜登在選舉人票大幅領先特朗普 但是究竟真相是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 根據霍士新聞報道所說 拜登暫時拿到238張選舉人票 特朗普暫時拿到213張選舉人票 相差只是很少 只要拿到270張選舉人票 就會勝出今次大選 普選票數方面 暫時在我錄節目這一刻 拜登有6700萬票 至於特朗普就大概有6520萬票 其實相差的幅度不是太過遠 所以可以反映得到 根本上在選舉之前 很多民意調查機構和新聞機構 根本上是合起來一起造假 那些這樣的選舉民調 有什麼可能說到 拜登領先特朗普兩位數字 現在出來的選舉結果 根本上就算是普選票 都只不過是差1.2% 而且還未算完 那些選票還在點票當中 但是按照這個趨勢來說 兩者的總票數 相差不會是多過2%的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 那些民意調查是怎麼做的呢 究竟是否按照科學的基礎 是否真正反映民意 或是試圖通過一些 扭曲了的 甚至乎是造假的民意調查結果 推出到市場 來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 那大家就心知肚明了 那究竟目前有多少個州份 還未定得到下來呢 那麼拜登就只是在其中一個州份 是暫時領先的 這個就是內華達州 目前內華達州 在已經點算的六成七選票當中 拜登就以百分之五十 領先特朗普的百分之四十八 但是內華達州只有六張選舉人票而已 就是左右不到大局的 好了 第二個州份是什麼呢 就是屬於整個選舉裡面最決定性的 就是強大的賓州 賓州就有二十張選舉人票 哪一個拿到賓州的話 基本上就是奠定到的勝局了 如果特朗普拿到的話 就已經是二百三十三張了 好了 我們稍後再逐個州計 賓州暫時來說 特朗普就以百分之五十六 領先拜登的百分之四十三 兩者的普選票的距離 是說有超過六十萬票的 二百九十六對二百二十八 好了 在這麼大的勝負距離下 竟然間有很多媒體 還當這個州是白州 又不韓又不藍 老實說 這些媒體行不客觀 領先這麼多票數 而且又點了六成四個選票 就算跟著怎樣算下去都好 大概都已經預測得到 那個趨勢會是怎樣的 第三個州份是什麼呢 就是北卡羅雷納州 這個也是搖擺州 有十五張選舉人票 特朗普就百分之五十點一 拜登就百分之四十八點七 雙方咬得很緊 但是已經點了九成四的選票 都大概已經定了那個勝局 好了 又不提本地的媒體 美國的媒體也是不提 密歇根州又點了七成三選票 特朗普百分之五十三 拜登百分之四十五 雙方的勝負距離 就是二百一十萬對一百七十九萬 都領先了三十萬票 又是不提的 好了 至於在威斯康星州方面又如何呢 特朗普就以百分之五十一 領先拜登的百分之四十七 已經點了九成三的選票 又是已經是奠定勝局了 十張選舉人票 好了 還有一個州就是喬治亞州 特朗普百分之五十五 拜登百分之四十八點三 雖然呢 數字上面咬得很緊 但是已經點了九成四的選票 又是已經奠定了勝局了 至於在阿拉斯加州方面 特朗普就領先拜登很多 六成一對三成四 這個已經是奠定勝局了 又是有三張選舉人票 好了 我們逐個州計了 賓州二十張票 喬治亞州十六張票 北卡十五張票 密歇恩州十六張 威斯康星州十張 再加上阿拉斯加的三張 這裡加起來 就已經有七十多張選舉人票 一加下去的時候 特朗普就超過兩百七十張 可以說已經半隻腳入主了白宮 甚至乎他自己本人也宣佈了勝選 喂 為什麼這麼多媒體仍然在這裡佈留了 我覺得很有問題 最後來說 你也是要面對選舉結果 你不能夠輸了那一方 來去蝕國 是不是 而且計算普選票也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美國就是行選舉人票的制度 那個絕對票數 那個普選票數 根本上就是 只不過是在統計上面是有意義的 或者在賭博上面是有意義的 因為有些外國的外圍賭盤 他們就會買究竟哪個普選票會多贏 但是有個美國商人已經買了巨額 就是特朗普會贏出今次的總統大選 所以他已經在等收錢了 如果有些外國的益友你有份買的話 那就發了這一筆財 橫財 好了 至於今次的選舉結果 雖然在點票的過程當中 非常驚險 製造了很多懸疑出來 尤其是有很多個搖擺州份當中 先頭拜登就是領先的 後來特朗普就逐步追上 然後就反級 贏出了 在七個搖擺州份當中都贏了 除了是阿里桑拿州之外 簡直就是以狂風掃落葉的姿態 來盡量搖擺州 除了阿里桑拿州之外 已經是八中七了 所以其實是很穩陣的 這次特朗普的選情 根本上就是符合到 廣大美國人民的意願之外 亦都符合到廣大的台灣人民 和香港人民的意願 根本上有些民意調查出來 又說香港人只有三成多支持特朗普 那些民調 你只是看到網絡民意 已經知道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無論在社交平台 Facebook或者是討論區上面 都是支持特朗普的居多 你說支持拜登那些什麼人 剛剛才 你數起來 炒起來 不夠一碟連毛帶屎 麻煩不要再拿那些 假民意調查出來說 沒有意義 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面對著的就是 要捍衛這次公平公正公義的選舉結果 那我就相信特朗普的團隊 絕對是有足夠的智慧來應付 有些得如其來的情況 或者是有某部分人準備蝕國的情況 他們就會準備就緒了 所以為什麼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 不是這麼重要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幫助有些人輸打贏要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大家的心情都舒暢了很多 這樣我們下一節再去分析 在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之後 各樣的事情 我們下一節分析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